大家好 來 各位觀眾 這一次 出了我們的 蝴蝶藍藍 試玩看看 聽說這隻角色很強喔 至於 強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可能因為他是蝴蝶吧 蝴蝶蝴蝶生的真美麗 偷帶著金絲 剩在花花裡 這就是他的招式喔 看不懂 就是很厲害 那麼現在 搭配我們的魂浴消費活動 直接 繼續開抽 抽滿6萬 我們已經抽了 222次喔 持續瘋狂開抽 至於這隻角色要幾星啊 我也 考慮中 現在220次 230次 230次 240 250抽 260 260 再40抽 270啦 蝴蝶藍藍 到底有多狐 靠腰幾抽啦 我是不是真的應該買銀杏啦 280是不是 好290 390 300抽不到可以可以幾星喔 好來 先搞個六星吧 還是五星啊 但是你還是要消費6萬魂浴啊 現在300抽 現在300抽 不然 400 400抽 310抽 320啦 330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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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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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看一下 400抽 好了,我們灌到500抽好了 繼續開抽 還有多少賺 這樣應該消費魂域都淋滿了吧 再5次 這個900我也都滿出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500抽了沒 280個碎片完蛋了,我覺得差很多 現在480再兩次 好,500抽 其他的用萬人碎片灌 先灌到 6星吧 好,500抽了 嗯 直接合成 5星 紅蝶籃籃 來贏色尼 然後 他的技能我都還沒看過 好了,不管了,先升星啊 2星 4星 5星 5星 直升6星 好 心脈解鎖 看一下喔,這邊 生命加15% 然後 瘋狂領取 他是屬於白虎角色 白虎的 攻擊 來 等級直接灌起來 希望這一隻不要讓我失望啊 白虎角喔 62級 直接灌上99級 哇,經驗藥水不足耶 靠腰 97也可以啦 98 上不了99啊 上不了99啊 靠腰差那一點點 真的上不了耶 好,99 技能 直接升到全滿 一鍵生平 戰魂 哎 白虎攻擊的 攻擊的 呃 攻擊 然後 橙色加5 啊這個是 升到62級 攻擊 好,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賣 一鍵生平,直接強化到G5 然後 然後 武器的話 一鍵強化到G5 直接升星 我們來試試看這隻角色好不好用哦 然後覺醒專武 這邊也覺醒 OK 應該就有點樣子出來了 那這邊一鍵解鎖 一鍵相關 OK 啟用所有羈絆 啟用所有羈絆 怎麼還有啊 戰魂 哇,這隻戰魂要裝什麼 靠腰 攻擊白虎哦 極限挑戰 好 真心技能 核心被動 戰鬥開始疊加兩層 疊一 最多疊加四層 增加60%破擊率 血量第一次低於40%死 每層疊翼恢復怒氣和生命值 哇 這一隻感覺 低於40%可以恢復怒氣 跟生命值耶 怒攻 對前方造成 身上 對前方造成攻擊 每層疊翼額外 對 造成藍藍25%攻擊力的傷害 感覺比較適合坦對不對 感覺比較適合坦對不對 好,不管 但是他又是攻擊型的 我們借一下 欸 喔,藍藍又開15%生命 太誇張了 藍藍就已經夠猛了 還開生命 戰魂 把藍藍的這個戰魂先拔下來借一下好了 反正我們先測試一下這隻角色如何好了 好不好 蝴蝶藍藍 我們現在可以測試看這隻角色好不好用 X15個碎片 OK 戰魂 冠上 剛剛藍藍的 哇 好啦,裝這個好了 這邊我們給他裝 好,就這樣子 好,就這樣子 測試看看 挑戰 欸不對 劍八爭奪戰 挑戰 輸的 好啦 我們把他放在 這一對 白虎角 好了,就放這啦,好不好 試試看 Let's go 到底我們的蝴蝶藍藍 到底有多強悍 好,牛頭一虎 沒問題 繼續 應該撐得住傷害吧 應該撐得住傷害吧 哇,看起來好像很兇 好,對面的白虎 64萬 繼續 沒問題 我這一隊 我這一隊硬邦邦啊 你怎麼跟我鬥 好嘞 七點一虎 六百餘三 老爹的亂局 六個排球 好 好 蝴蝶藍藍藍 傷害90萬 怎麼這麼強 他比較適合放在坦隊還是進攻隊啊 是不是應該還要再研究一下 不過看起來真的是蠻痛的感覺啦 我們先把他練強一點再說好了 但是我覺得坦度還行 他沒什麼練喔 但是硬邦邦站在那裡啊 坦度是可以的啊 你看 他的練度這麼低 站在隊伍裡面 竟然還 一直站在那裡喔 我覺得算是蠻硬的 你看他會回血 這一隻感覺好像很OP喔 感覺相當的 相當的OP 這一把看起來我們贏定啦 你看 這個我的這個蝴蝶藍藍 上面有這個印記喔 血又全滿啦 欸我的血又全滿了欸 好 這隻角色 我感覺 非常強 我們把他練強一點再來測試喔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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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